随即在贵州的助学行动 除了帮助学生能够顺利求学 也同时宣导环保理念 那么环保为何在这里需要推动呢 我们以罗电第一中学为例 这里新建校舍比较偏僻 全校50班3000名学生 不是住校就是在附近租屋 缺乏饮水机等等相关设备 如果想喝水只能够买矿泉水 也因此会制造出可观的空瓶量 现在学生会主席毛国东 在辞济志工鼓励之下 就把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 去年下学期他发起了暖春计划 邀请同学在校园里头回收空瓶 还把变卖回收的钱 作为清寒学生的助学金 宝特瓶数量超级惊人 这些不是四处回收而来 通通都是学生留下的垃圾量 贵州山区罗电第一中学地处偏远 3000名学生一半住校 其余在校外租屋都缺乏饮水设备 只能买矿泉水才产生了大量空瓶 眼看时间倒数面临高考 用环保精神喊话 平平宽团阻居一大步进 大型不落地 一边有小胖满地 沿着每个班级带回许多大袋装的宝特瓶 更把握分秒宣导资源回收 产品就寒家电电脑那样赖营类的 这些都可以回收 你今后一定要注意环保 知道 所以让我们的学校更好 所以人人的环保一中会变得更好 自发性的回收运动从2012年说起 现任学生会主席毛国东 起了做环保念头 在学校很多的顺料亭 就是在地上或者是在垃圾室里面 所以看着心里面有一种 反正就是不知名的感觉 就是觉得如果不做的话 也太脏 直到去年慈继志工发放助学金 同时宣导校园回收 让毛国东受到启发 邀请6名学生会成员做回收 一学期就累积折合约9000元新台币 用来帮助11名家境清函学生 毕竟我们是卖瓶子 那个瓶子也不算 就是生物也不是很多 所以后来我们就又从里面 就是重新的筛选出那种 更加需要帮助的同学 这个由学生发起做环保 成立助学金的活动 命名为暖春计划 参与人数从刚开始的6个人 扩大到全校108位学生 每周一次回收 校园干净了 连带学生也做了心灵环保 大约新闻 真善美志工 于如昌 庄严 贵州报导 咱们再来 咱们再来 感谢观看